雅丽和王强自打结婚以来,两人之间的感情就非常的好,一家人也相处得很融洽。 可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,因为一件事情让两人之间的感情发生了一个严重的转折。 从那以后,雅丽就和王强过着虽是二人夫妻,可却是分床睡觉。 即使这样,雅丽也不愿意和王强离婚,没办法,两人就这样耗着。 雅丽宁愿意用自己的一辈子去把王强拴住,也不愿意和他结束这段婚姻。 那时的王强家境很贫穷,因为父亲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赌鬼,经常拿着家里的钱出去和朋友赌钱, 每次都是输着金光,然后借酒消愁,喝醉酒之后回到家,就把王强和他母亲痛打一顿。 就在王强十岁的时候,他的母亲因为生气,常年落下病根, 可是他的父亲却没有钱给他治疗。 王强因为当时还小,无能无力,眼看着他的母亲就这样离开了自己。 那时期,王强就暗自对自己说道, 一定要不吃馒头,争口气,将来能够做出一番大事业, 这样也能够对得起自己的母亲。 可就在王强自己准备创业的时候,却遇到了资金的困难。 正巧这时,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,对方表示愿意和他合伙开一家公司, 这让王强听到之后非常的开心。 没想到,这个投资人竟然是个女人,因为两人时间相处久了, 慢慢的王强对亚丽也就产生了感觉。 久而久之,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, 虽然公司做得不是很好, 但是经过两人不断的努力, 三年之后,公司终于有了很大的成就。 在王强的公司手下有100多号人, 每年将近有收入50多万的样子。 这让王强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。 在他们公司有所成就之后, 王强就向亚丽求婚, 当时亚丽特别感动, 于是就这样, 两人一起手牵的时候走向了婚姻的殿堂。 在亚丽和王强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怀孕了, 渐渐的十个月过去了, 亚丽为他们家生下了一个女孩, 这让王强很是开心。 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, 所以王强对女儿非常的好。 可就在亚丽坐月子期间, 王强竟然出轨了。 在亚丽出月子之后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, 整个人都非常的气愤。 那天她带着孩子向往常去超市买菜, 可就在这时, 突然看见王强搂着别的女人往车里走。 就在这时亚丽立马上前质问她的老公, 你怀里这个女人是谁,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? 王强立马就和亚丽说, 其实这么多年, 我和你之间早就已经没有了感情, 全部变成了亲情, 我早都想和你离婚了,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 于是亚丽就告诉她想和我离婚, 这辈子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 然后亚丽指的那个女人说, 你当了婊子, 还想立牌坊, 我不会让你如愿以偿的。 就这样, 每天都和王强不断地闹着, 王强对亚丽说, 我可以近身出户, 把所有的财产全部都给你。 可即使这样, 亚丽也不愿意散发甘休, 并且对王强说道, 我不会就这样轻易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的, 即使我得不到你的心, 但是我也愿意把你这个人 整天摔在身边。 王强觉得亚丽这个女人真的是不可理喻, 所以她每天都会早出晚归, 两人之间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夫妻情分。 有一天, 王强喝醉酒回到家就对亚丽说, 如果有下辈子, 我再也不要和你相遇, 我这辈子真的希望你能够早点放过我。 亚丽就立刻给了她一巴掌, 并且对她说,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男人, 当初你那么困难, 我还选择一心跟着你, 事到如今, 你有了成就就忘了我, 我现在告诉你, 就算死, 我都不会和你离婚。